穿穿白色上衣、黑色短裤在街上來回走動 最後快步走過轉角 波警當下家人四處找尋16歲少年 卻怎麼樣都聯繫不上他 警方調業監視器才發現少年當時根本就不在家 似乎故意把手機留在家中偷偷出門 但在短短7分鐘之內 屋內就竄出火勢 少年離家後先徒步走了一段距離 之後又轉搭計程車 在上午9點多的時候 在鷹哥火車站被警方尋獲 而兩地的距離大約相隔4公里 離開前還疑似故意把鑰匙從家門外插在大門上 第一時間讓屋內家人難以逃生 因為它這個有方向性變成 你要拿對 如果拿對方向 因為插進去它自然就把它推開 一算的話如果你加重量 一算重量你就推不過去了 老闆強調並非每次都能成功打開 還是得要看鑰匙單純插在鑰匙孔上 或是有轉動卡死 轉動大樓只有這一戶窗戶全開 似乎就是火警時 為了要加速排掉農煙 而少年不滿父母管教方式引發導火線 家長遇上類似情況又能怎麼避免 青春期呢 供科學的角度 特別講暴走青春 在做溝通討論的時候 最好能夠讓小孩子能夠處在比較理性 大家都可以處在比較理性的狀態 一是建議可以採取三明治溝通法 為了讓對方能夠接受建議 先讓他表達意見 最後再用提醒加鼓勵的方式 討論該怎麼做或許全消更好 重點是溝通的過程中 要讓對方感覺到自己的想法受到尊重 這回少年坦承犯案 目前有少年法庭審理中 後續可能交由社會學安置 或越方裁定收容 而關乎所內有老師教課 不會中斷學習 只是為了要表達不滿 竟然在家中點火 幸好家人們都順利逃生 沒有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TVB新聞黃靖國 加爾曼新聞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